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仔细翻看了女孩和老公的聊天记录 发现他们是早就上过床的热恋情人 他用自己的手机把所有的证据一一拍下 但只是这些还不足以使筋疲力尽的许愿一夜无眠 让他难受的是看到丈夫频繁地向情人诉苦 抱怨自己 你知道和一个那么邋遢粗心 完全没有情趣的女人在一起有多么恶心 如果他当初没有死缠烂打 谁会娶她 他真的毁了我一辈子 宝贝 你做三明治真的很好吃 我从来没尝过这样的味道 你真的是个贤妻良母 三明治的信息是昨天发的 像往常一样 昨天许愿也给老公准备了午餐带到公司 他做了四小时才炖好的牛肉 考虑到加热后的口感 他特意做了不易变心的卤牛肉 尽管既累又恼 但当闹钟响起 作为家庭主妇的许愿 唯一的选择就是起床 他唤醒女儿 往日里他总是特别小心 怕惊醒常常工作到很晚才归来的老公 而今天 他的声音和动作都显得异常粗鲁 女儿醒了 不敢撒娇 看起来还未睡饱 就在那里蜷缩着不动 许愿冷冰冰地说 给你三分钟 快点起来穿衣服 老公被这些声响惊醒 不耐烦地皱起眉头 翻了个身继续睡 当早餐做好的时候 老公也起来了 怎么又是面条 你能不能上点心 哪个女人会这么怠慢自己的丈夫 在给女儿喂早饭时 老公拿着她的牙刷跑了出来 气冲冲地说 你怎么还没买新牙刷 我都提醒你多少次了 许愿的确把这事给忘了 她嘴里嘟囔着 今天去买不就行了 老公又说 今天把我带回来的羊腿 给我父母送过去 别再忘了 再忘就坏掉了 你的脑子到底能记住什么 许愿说 前天我刚跑了一趟避市送鱼 你当时怎么不让我一起送 那么远的路 老公说 什么 你还嫌麻烦 你每天都无所事事 难道不应该多去看看父母吗 许愿有许多话想说 但都压在心底 只冷笑着说 要是你妈又让我生儿子 我该怎么回答 听到这个 老公转头看着她 眼神里充满了惊诧和鄙夷 她说了一句 有病 她虽没有一句好话 心情 却不显得很坏 说完就哼起了歌 许愿看着她这个样子 感到百般委屈和烦躁 涌上心头 她多想能跟她吵一架 大声地骂她 质问她 我到底哪里拉她 哪里把你伺候得不好了 你干了肮脏的事也就罢了 为什么还能这样理直气壮地 跟拼头来指责我 但许愿说不出 她扭头看到孩子 磨磨蹭蹭地 不知道在捏什么东西 气不打一出来 粗暴地把孩子拖到门口 一手提着羊腿 一手牵着孩子 出门晚了 二十分钟的路 只得许愿剩下了十分钟 顾不得手被沉重的 羊腿勒得生疼 只顾着奋力赶路的时候 电话响了 放开孩子的手 接起电话 是她的妈妈 小宝呀 许愿的妈妈 到现在还在叫她小宝 我的手机呀 今天来电话就是不响 怎么回事啊 又把精英剑给碰到了吧 许愿气喘吁吁地说 还不能忘了回头催促疼不出手牵着的女儿 女儿赶得满头大汗 也追不上妈妈 咦 你这是什么态度 许愿的妈妈慢腾腾地说 我只是 有个小小的问题要问你 你就这样不耐烦了 等我老了 走不动路了 你还不得把我扔到养老院去 不是的妈妈 许愿连忙放软的语气 我出门晚了 人人上学要迟到了 我正在路上 嘖嘖嘖 妈妈响亮的嘖过之后 却还要留出挺长时间的震慑空白 你呀 从小就是这个样子 摸摸蹭蹭 毫无时间观念 要不阿文 怎么总是对你不满意 效率 规划 这是做人最重要的 你连最简单的家庭主妇的工作 都做不好 问题正是出在这里 抱歉抱歉 我们来晚了 到了学校 学校正要关门 接孩子的老师已经准备回教室了 见到许愿和孩子 老师又折了回来 妈妈还在叙叙叨叨地责备许愿无能 她也不顾上厅了 一面连连道歉 一面紧着把自己的小孩 往老师那里推 许愿注意到 今天接孩子的老师身边 还站着一位女士 她60岁左右的样子 笑得很慈祥 这是这所幼儿园的创始人 蒋校长 许愿知道 因为学校里就挂着她的画像 完了 今天学校来老领导检查工作了 许愿这样想着 更奋力地推着自己的孩子 谁知女儿嚎啕大哭了起来 妈妈 妈妈 我要妈妈 她讨人厌地哭着 一边用小手 胡乱揪着许愿手里 踢羊腿的袋子 那条羊腿重得离奇 早已把许愿的手指勒得痛极了 被孩子这样一拽 简直是钻心地疼 你怎么回事 许愿暴怒地扯下孩子的小手 用自己的手指头狠狠地戳着孩子的小肩膀 把孩子戳得直往后退 你都四岁了 连痛痛快快进幼儿园也不会吗 孩子哭得失控 简直可以说是尖叫了 别哭了 她怒吼 在怒吼期间 还不忘抱着歉意抬头对老师笑一笑 现在 立刻 给我进去 再哭 再哭我就不要你了 你就没有妈妈的张子元 接孩子的老师很尴尬 她走出院门来拉住孩子的小手柔声哄着 孩子的小脸上满是绝望 她轻轻 依靠在老师身边 总算答应跟着老师进去 老师又对面红耳赤 脖子上的筋 都在跳动的许愿说 圆圆妈妈 您先冷静一下 我带孩子进去了 许愿赶忙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们来晚了 下次一定再早点起 孩子跟着老师进去的路上 还在嚎啕哭泣 许愿连看也不想多看一眼 提着羊腿躲到了学校旁边的墙角 她靠在那里 胸中的暴怒还在熊熊燃烧 手被羊腿勒得剧痛 她感到无比的疲惫和绝望 但哪里还能休息呢 到公婆家的长途车 快要发车了 要是赶不上 还得再等两个小时 这样二老中午 就吃不上羊腿了 正准备迈开双腿的时候 她听到了一个很温柔的声音 好大的一条羊腿呀 转过头来 看到蒋校长笑眯眯地看着她 您是蒋宏安校长吧 不是校长咯 已经退休了 您今天来学校试茶吧 真是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起晚了 别在意 我也不是来试茶的 就是今天早晨起的早下楼晨练 经过学校就过来看看 她那么悠闲 声音平稳又丝滑 就像滑溜溜的被子 拂过许愿的心脏 她从老校长的面孔上 语气中 没有看到一丝一毫对她的不满 毕竟她是一个无力把孩子 教养的观顺 也没能按时把孩子送来学校的失败的母亲 蒋校长问 你这是带着大羊腿要去哪呀 许愿的公婆住在毕市 开车要一个半小时 乘坐长途车却要三个小时 这天巧了 蒋校长碰巧要去毕市办事 热情地邀请许愿坐她的车童去 许愿一开始觉得不好意思连连推辞 蒋校长又说 她在那里办事大概要半个小时 完了事就返程 许愿若是时间允许 再跟着她一起回来 去一趟公婆这里 光往返就要六个小时 这一天就变得特别紧张 做什么都来不及了 再加上每次去了公婆总要找茬训话 又要担了好一阵子 碰巧有借口 能早点返程 许愿忙不迭地答应了 坐在蒋校长车上 正尴尬着不知说什么好时 电话又来了 不用说 又是许愿的妈妈 许愿嘀咕 糟糕 把她老人家给忘了 接起电话 那边自然极为不满 许愿当然不能怠慢她 却也不好意思把蒋校长亮着不管 对妈妈说了几次一会儿给您回电话 老人家却听不见 物资说我没完 妈妈的教诲听了一辈子 可现在许愿三十多岁了 再听也还是一样 心慌 头晕 浑身不舒服 真不好意思 总算挂掉电话 许愿一边对蒋校长道歉 一边难过的看到妈妈发来了三篇文章 题目分别是 自律给你力量 做了这几件事 是在害你的孩子 不要等到子余养而亲不带才后悔 不自律 当妈不合格 不孝顺 压根也不用点开看 妈妈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 蒋校长问道 刚才这是你妈妈打电话 许愿回 是的 让您见笑了 我都这么大年龄了 还跟小孩似的被妈妈训斥 蒋校长说 你这话说反了 应该这么说 我都这么大了 我妈还跟训小孩似的训我 蒋校长这样一说 许愿也轻松地笑了起来 我看你早晨特别着急 是不是工作很紧张啊 蒋校长突然问 许愿连马上就红了 他哪有什么工作 不过是个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白天啥事没有 不过就是赶赶长途车 给老人送点肉罢了 许愿善笑 我没工作 就在家待着 哟 那可不轻松啊 在家待着 还不轻松 蒋校长说 你想想 你有哪天是没什么事乱逛的 是不是觉得什么也没干 其实一点也没写着 许愿答道 这倒是 大概是我妈说的 我效率太低了 所以才总显得 忙忙叨叨的 蒋校长问 你妈妈 也是全职妈妈吗 不是不是 许愿说起妈妈 倒是自豪了起来 我妈妈是咱国内 最早的一批 IT工作人员 可能干了 哦 蒋校长这一声意味深长 所以他压根也没干过 全职妈妈这活呀 这个活 全职妈妈 还算是个活 蒋校长问 孩子的生活和教育 全是你管吧 家里卫生和饮食 全是你管吧 两边老人 都是你一个人照顾吧 还有那一大堆 哪里坏了 哪里要交费了 搬个家呀 换个家居呀 生事都是你管 当然 全家就他没事干 他不干谁干 可被蒋校长 这样一罗列 活还真不少 蒋校长接着说 到了晚上 你老公下班了 你妈妈也下班了 你下得了班吗 都吃完饭了 你不还得洗碗 孩子不还得管着 等他睡了 你还得收拾吧 这每天工时可长了去了 许愿听了 哈哈直笑 蒋校长认真地 把全职妈妈 说成是一份工作 连工时这种词都用上了 可蒋校长还没说完 他接着说 到了月底 他们都发工资了吧 到了年底 他们还有表彰大会呢 谁表彰你呀 谁给你发工资啊 没有 没有 没人给我发奖状 许愿觉得很久 没有这么轻松的笑过了 可笑着笑着 却又觉得有点委屈 蒋校长说 全职妈妈 不能说是咱们社会上 最辛苦的工作 也能说是跟别的工作 并列最辛苦的工作了 你可别瞧不起自己的工作呀 许愿说 您说的倒像真的似的 我家里可没人这样想 别说他家了 谁家也不会这样想 别的小朋友的家长送孩子 都穿着整洁的职业装 只有许愿 早晨忙得不可开交时 经常穿着家居服就出门了 没工作 没本事 许愿一直身以为耻 蒋校长说 我还想问问你 你生宝宝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许愿答道 我以前是个会计 蒋校长问 那生完宝宝 怎么就辞职了呢 许愿回 他爸说 我挣的那几毛钱 还不够和喜北风呢 蒋校长又问 你是不是觉得 他是在说 你的工作没价值 你没本事 许愿回 当然啦 本来也没价值 本来也没本事啊 蒋校长说 其实 他深层的意思是 你做全职妈妈 给家庭带来的价值 大于你做会计的价值 你替代的是保姆 保洁 还有老人帮忙带孩子 带来的健康方面产生的费用 你想想 什么事 说到这里 车子已经开到许愿 公婆楼下了 约好半小时后 蒋校长来接她 许愿提着羊腿 往公婆家走时 脑袋晕乎乎的 蒋校长说的都没错 可为什么他就感受不到 自己的能干和价值 光光给他开门时 没有一点好脸色 许愿倒习以为常 像平常一样笑容满面 说明了来意 又把羊腿递了过去 婆婆倒是个周到人 脸上还有点笑模样 让她坐下歇歇 可屁股刚在沙发上摆平 婆婆就开始了 说道 我儿子上班去了 你看看 天天起早贪黑 多辛苦啊 起早贪黑 许愿想到他手机里 那些令人恶心的对话 心中冷笑 起得倒是早 也不知道天天在哪里 他黑 婆婆还在说 但凡家里有个人 能分担分担 我儿子也不至于 年纪轻轻累的 这个样子 你看你爸 年轻的时候 每天五点就能下班回来 还能出去打牌呢 公公在旁边一言不发 自从女儿圆圆出事 公公对他就没再笑过 仿佛他若不再生出 一个大胖儿子 就不值得老人家 咧一咧嘴 张文没多辛苦 起得比我晚 睡得比我早 许愿也不知道 哪来的勇气 这样回答了婆婆 你 你那能一样吗 你醒着也是闲着 婆婆挺生气 客客气气的微笑 也收了起来 许愿回 也没闲着呀 在蒋校长这么说之前 许愿还真没意识到 自己每天做了多少事 您看我现在不就没闲着吗 家里那么多家务没干呢 还得在这儿跟你聊天 这 婆婆搭不上话了 公公马上挺起摇杆站了过来 你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得跟你妈聊天 谁求着你来了 张文啊 许愿说的平静 其实心里又怒又怕 公公问 你什么意思 许愿说 没别的意思 就是家里是很多 跑一趟必是一天又没了 张文笑顺 自己还不乐意出力 公公愤愤地说 你究竟出什么力了 这么大一条羊腿 你出一分钱了吗 嫁进门这么多年了 给我们买过 什么像样的东西没有 钱也不挣 孩子也生不出来 你究竟出什么力了 许愿被公公气得笑起来 他这些年来倒光捧着脸 丑话果然憋着没有说出口 他到底不愿意 直接说出生不出儿子这句话 竟然说出生不出孩子来了 合着圆圆已经四岁了 连个孩子都不是 许愿说 原来您二老从来也不帮我们小家的忙 是因为圆圆是个女孩 公婆二老都僵住了 许愿接着说 我从来没求过您 我觉得我是圆圆的妈妈 带圆圆当然得我自己来 但我就一个人 不可能又带孩子又上班去 我又不像您两位 你好 张文小时候厂里有托儿所 她奶奶当时也硬朗 连房子都是工厂份的 不像我们俩 提到房子 是因为他们俩住的是 许愿妈妈名下的一套小两居 公婆都知道 被戳中了痛点 公共性格比较暴躁 马上就要爆发 婆婆却把她拦住了 愿啊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妈明白 但非要去你们那儿生活 不也是因为你吗 要不然 张文在我们厂里 你爸怎么提携他不成 这些咱们都不提了 最主要的就是你 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 你人是什么 你人是后备军啊 后备军得把最重要的事 放在心上 你说是不是 许愿笑了笑说 最重要的事 就是生二胎吧 婆婆回 还用说吗 哪有女人不生儿子的 许愿表情僵硬 我妈就没生儿子 那不是赶上不让再生了吗 现在可不一样了 你说你想要爸爸妈妈疼你 不得先做点什么吗 不然爸爸妈妈 哪能平白就满意了呢 许愿听到这里 心头倒是一阵平静 她私存了一会儿 开口道 我知道您二老想抱孙子 张文也知道 也不是光您二位急 张文也急 这不是在外头 给您又找了个儿媳妇吗 我也不再给您添堵了 回家我就跟他离了 咱们都清静 说完一看表 约好的半小时已经快到了 她坚决站起来 婆婆脸色煞白地邋遢 她一把甩开了 下楼时 蒋校长的车还没来 她站在路边 浑身哆嗦 她这辈子从来没有顶撞过长辈 这算是头一回 不知这到底是因为 昨晚发现了张文的外遇 还是因为蒋校长的一席话 这样对婆婆说了 后果会是什么样 不用猜 她立马就会给张文打电话 这样张文就会知道 她偷看了她的手机 她会怎么样 认错吗 求饶吗 可许然又想 她恐怕不会做这些 我找外遇 还不是被你逼的 就连张文说这句话时的语气 她都能想得出来 想着想着 许然难过得 连肩膀都捶了下去 还好 容得她继续想下去 蒋校长的车来了 许然恭敬地说 又麻烦您了 蒋校长回 小事 别客气 我看你挺不高兴 刚才发生什么事吗 许然说 又被公婆怼了一顿 说我不上班 还生不出来儿子 什么 蒋校长夸张地瞪大了眼睛 被这么说 你特生气吧 当然 有点太生气了 我也说了几句 对他们两位挺不礼貌的 蒋校长温和地问 你说什么呢 不知道为什么 见到蒋校长的低面 就让许然觉得无比亲切 也或许是太久没有跟人说心里话 许然一股脑就把方才的你来我往都说了 就连找了别的媳妇也说了 蒋校长问 所以你说的是真的 许然回 是真的 我发现了 蒋校长又问 跟她谈过没有 许然回 没谈过 为什么不谈呢 许然也说不好 一般电视剧里演的不都是怒急的妻子 把丈夫从睡梦中折腾起来 一顿逗欧吗 她却只顾着一个人躺着 痛苦煎熬地度过了一整晚 蒋校长问 那你今天是第一回跟公公婆婆顶嘴吗 许然点了点头 蒋校长又问 你觉得怎么样 轻松点了没有 许然回 没有 许然活了三十多年 还是第一回被人问那你现在的感觉怎么样呢 她毫无经验 只好认真地想 认真地感受了一下 接着说 害怕 后悔 激动 想着为什么不再忍忍 蒋校长问 为什么还想忍着呢 许然回 我这么冲动 什么都说了 不是添乱吗 本来不论怎样 总还能照样往下过吧 你让我想起了一个小朋友 说是小朋友 现在也大学快毕业了 蒋校长徐旭说道 这孩子当时在我们班里 从来不跟人吵架 抢了我的 我就给你 打我 我就装作没有这码事 看起来总是高高兴兴的 心情很平静 不哭不闹也守纪律 许然心想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 这有什么不对吗 蒋校长接着说 我发现 她妈妈是一个特别强势的妈妈 在家里 没有任何东西 是她自己真正拥有的 当然哭闹撒娇都不行 她妈妈对她期望很高 要她从小就像个大人一样 许然在心里想 我妈妈也是 我找她妈妈谈了几回 你猜怎么着 蒋校长的表情显得很无奈 她妈妈马上就把她转学走了 不过 最近这个孩子 自己联系上我 她因为很厉害的抑郁症 已经辍学了 好不容易才考上了清华 可惜吧 许然说 太可惜了 考取名校 一直是许然妈妈对她的期望 但她当然没那个本事 若是考上了 怎么还会得抑郁症呢 蒋校长说 人就像一个罐子 咱们的情绪 生气啊 委屈啊 高兴啊 就像水 有时往里蓄水 有时往外倒水 人才能好好待着 可你跟那孩子一样 不是罐子 是高压锅 没人先抬你们的罐子 你们闷久了 你猜猜会怎么样 会爆炸呀 许然想了想问 那我为啥没炸 作为常用高压锅的嘱咐 答案显而易见 他马上自问自答道 因为我有出气孔嘛 蒋校长说 大概如此 所谓出气孔 就是有那么一个人 你可以随便 把你的负面情绪 发泄出去 那个人不会抛弃你 或者不敢怎么样 对 许然来说 那个人就是圆圆啊 原来他对圆圆那么凶 不是严厉 而是出气 不用蒋校长多说什么 许然已经能明白 这样做对孩子是不公平的 他难过地沉默着 车里一片寂静 蒋校长耐心地等着 许然终于又开口说话了 我不能再当一个高压锅了 说得好 蒋校长很高兴 那你准备怎么办呢 这么一问 许然又呆住了 是啊 他能怎么倒水 有话就说 他做得到吗 蒋校长说 高压锅很难腰身一变变成茶壶的 你得琢磨琢磨 你是怎么变成高压锅的 人虽然生下来各不相同 但没有谁天生就是高压锅的 可能在你小时候 只要想发脾气 或者想表达 就会得罪人 就会有后果吧 许然随便一想 就想起了许多小时候的事情 蒋校长说 那我们要解决高压锅的问题 就得从根源上解决 许然问 怎么能从根源上解决 回家跟妈妈打架吗 蒋校长说 你就得回到小时候 重新学着对朋友和大人 表达你的愤怒和情绪 许愿瞪大了眼睛 像不认识似的 看着蒋校长 难道他有魔法 这就能掏出什么东西 把他变回童年去 蒋校长看着他的样子直笑 我要是有魔法就好了 把你们统统变小 可惜没有啊 那我只能创造一个环境 让你们在那里能完完全全的做小孩子 我把那个地方称为成人的幼儿园 哈哈哈哈 许愿笑得尴尬 这么大人了 还能做回小孩子 能的 一开始谁都尴尬 但我有办法让大家放松 你有空的时候 可以过来看看 不过什么变回小孩子 许愿绝对不会做 做一个高压锅的事 先暂且不提 至少拿孩子 出气这种事 不能再干了 到了接孩子的时间 他每天站在幼儿园门口 接孩子时 都很烦躁 想着又要面对 这个讨人厌的小东西 一点也没有想念和亲热 今天他的心情却不同了 也看到了不同的东西 孩子兴高采烈地 从学校里出来 忍忍地见到他 马上刷了遍了脸 四肢都拘束起来 脸上又挂起了 叽叽歪歪 令人恼火的表情 孩子没有做错 错的是我 他这样想 这个认知 没有使他更轻松 反而在他 已经背得很重的包袱上 又加了重重的一块石头 圆圆 他温柔地 对牵到了手里的孩子说 公园里有好多落叶 咱们去玩玩 好不好 他把孩子带去公园 金黄色和褐色的树叶 堆了满地 踩上去沙沙地想 可孩子却不敢踩 他可怜巴巴地 扭着手指站在路边 徐苑觉得很心疼 一时也不知道 怎么破解孩子这个状态 毕竟 哪怕是昨天 如果孩子赶往里面踩一脚 他也要叫换 都是土 脏死了 他突然豁出去了 捧起一大堆枯叶 直接洒在了孩子身上 孩子大吃一惊 接着就哈哈地笑了起来 母女两个在枯叶堆里玩得疯极了 但弄得很狼狈 浑身是土 头发里也塞满了柔碎的枯叶 玩够了 回到家 两个人一起嘻嘻哈哈地洗干净 衣服也丢进洗衣机里 孩子这一天对着许愿 叽叽喳喳 嘻嘻哈哈 很开朗 眼神里都是欣喜 他玩得尽兴 也很快地睡熟了 这时许愿接到了一个微信新好友的邀请 漂亮的女孩头像像微商似的 但她一眼就认出了那是谁 经过这样疲惫漫长混乱的一天 许愿实在没精力支起腰杆子来跟小三吵架了 丈夫还没回家 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女人在一起 她直接了当地问 你想干什么 小三恐怕没料到她会这样说 久久没有回信息 终于她发回了一张照片 是张文熟睡的样子 小三说 她睡着了 今天就不回家了 我来等姐姐说一声 最后配了一个微笑脸的表情 徐愿把手机丢得远远的 在孩子身边不敢出声地痛哭 哭完了 她做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 送完圆圆 她就把自己整理了一番 前往蒋校长所说的能变回小孩子的场所 她心想 只是去看看 可能的话 再跟蒋校长聊一聊 蒋校长的成人幼儿园 就在小孩幼儿园附近的一栋公寓楼里 徐愿自己送自己过去 感觉像女儿小时候送她去半日脱班 下电梯 她吃了一惊 这里装潢的完全是一个幼儿园的样子 色彩鲜艳 到处挂着画和作品 也有许多玩具 徐愿伸着脑袋找蒋校长 见到里面有好几位成年人 她当然觉得好奇 就偷偷多看了几眼 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躺在一堆软垫上 翘着脚丫子看儿童绘本 有一个跟她差不多大的女士 正在书桌前用电脑写东西 但她头上戴着亮晶晶的公主王冠 怀里抱着一个大娃娃 一边写还一边对大娃娃说话 最逗趣的是 居然还有一位老大爷 他像个小孩一样坐在地板上 认真的拼火车轨道 拼好一块之后 就用小火车走一遍 试试看这轨道合理不合理 矿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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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嘟 老大爷嘴里叫着 许愿捂住嘴 怕自己笑出声 如果蒋校长 没我把这里的事 对他讲得清清楚楚 他恐怕会觉得 这儿就像个精神病院 蒋校长见他来了 脸上挂着温柔又欣喜的表情 大家都是高压锅吗 许愿悄悄问 他突然觉得 蒋校长把高压锅这个概念 植入了他的脑袋 已经是童趣的第一步了 蒋校长说 不是 他们都有自己的问题 唯一的共同点是 他们的问题 都需要回到小时候 才能解决 所以在这里 他们忘记自己是个大人 就连那个 必须得工作的女孩 我也要求她 把工作当作游戏 有的孩子搭建积木 有的孩子画画 她写她的稿子 这些都是幼儿园 上午自由选择的游戏 许愿说 他们看起来都很开心呀 是啊 蒋校长笑得好慈爱 你的圆圆 每天在幼儿园里 也是这样的 真好 许愿想到自己 每天沉浸在 琐碎的家事中的样子 总是那样烦躁 忙乱 她一眼就看到 房间的角落里 布置了一块 过家家区 那里有玩具娃娃 玩具厨房 还有玩具清洁工具 真像我家呀 许愿想 如果能在那里玩一场 恐怕跟在家里 做家务的感觉不一样吧 不过 她只是过来看看 也如愿又跟蒋校长 聊了一会儿 讲述了昨天跟孩子 一起尽情玩耍的场景 蒋校长听了很开心 她说 那你呢 你开心吗 她又这样问了 许愿只好又认真地想了一下 开心 我从来没那样玩过 真的好开心 离开蒋校长的幼儿园 她回到家 马上又坠落回了原本的生活 妈妈又打电话来 催问到底什么时候回去看她 帮她弄手机 家务活干的千天一律 无比烦躁 下午快要接孩子的时间 丈夫张文突然回来了 她说 咱们谈谈吧 许愿说 我快去接孩子了 许愿表情很冷淡 心头的愤怒在沸腾 她突然想 哇 高压锅快炸了 这么早 丈夫不耐烦地皱起眉头 许愿冷笑道 你连孩子几点放学都不知道吗 张文说 那就速战速决吧 你跟我妈说要离婚 是怎么回事 许愿本能地慌了 对方的态度又这样 毫无道理地咄咄逼人 不过她告诉自己 我要往外倒水 我不能爆炸 许愿问 你自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张文说 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你对我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吗 没法有 许愿掏出手机 把昨晚小三的聊天记录 怼到她鼻子前面 如此铁正如山 谁知对方竟然早有准备 这就是我同事 她追我好久了 昨天去帮她办桥前派对 又不是只有我 全部门都去了 好几个都喝多了 睡了一会儿 她非得找事 哈 许愿气得大笑 你自己不是跟她说 你老婆不理解你 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不是你自己说她 身骄体软 比谁都温柔 她朋友圈还参加模特培训呢 你们公司还有模特业务 这么一来 张文果然恼羞成怒 你竟然偷看我的手机 你神兽变得这么可怕 她暴怒着走来走去 捣咕着过不下去了 过不下去了 反咬一口 倒成了她的错了 许愿一秒也待不下去了 她拿上包夺门而出 距离接孩子还有45分钟 她站在街上 耳边突然想起 蒋校长温柔的声音 你的感受是什么 愤怒 痛苦 委屈 她这样对自己说 就像已经撑到极限的高压锅 这样子去接孩子 恐怕又要次次地出气了 她想到 昨天孩子快乐的样子 实在不忍心在伤害她 许愿抹了抹眼泪 终于下定决心 直奔蒋校长的成人幼儿园 这天 她又没带媛媛回姥姥家挨训 而是陪着孩子去了商场的游乐园 痛快地玩了一晚上回到家后 小孩昏昏欲睡时 许愿对她说 告诉你一个秘密 妈妈今天也报名上幼儿园了 女儿吃了一惊 大人也可以上幼儿园吗 是啊 跟你的幼儿园一样 有温柔的老师 也有小朋友 只不过小朋友们都是大人 女儿比比话话地说 那你有没有家餐呀 有 老师说每天下午都会有 哇 我最喜欢家餐了 许愿问 你觉得妈妈这两天不一样吗 女儿迟疑地点了点头 许愿又问 妈妈以前很凶吧 女儿不敢再点头了 她呆呆地躺着不动 圆圆 妈妈对你很严厉 是因为姥姥对妈妈就很严厉 可是我的幼儿园里有一个很好的老师 她告诉我 被严厉的妈妈训斥的小孩子很可怜 所以我就变了 圆圆 对不起 瘦瘦小小的孩子 听完什么也没有说 她过了一会儿就哆嗦了起来 许愿低头一看 孩子哭了 她抹着眼泪 唯唯曲曲 抽抽搭搭地躲在妈妈怀里哭着 许愿再也不觉得烦了 她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孩子 许愿在心里坚定地说 妈妈会好起来的 第二天 是许愿第一天正式入园的日子 蒋校长向大家介绍了她 她特别拘束 连小明也没有 自称是许愿 妈妈没有给她娶小明 只喊她小宝 总不能让别人都叫她小宝宝吧 虽然拘束 但在一众小同学中 她一眼就看到了一个漂亮的男孩子 她看起来只有二十多岁 虽然每个人的状态都像孩子一样放松和愉快 但这个男孩眼神特别清澈 不知为什么 许愿能感觉到 她好像也很喜欢我 介绍后 她扭泥了一会儿 终于还是去了 过家家去 摸摸这里 摸摸那里 娃娃质量真不错 回头给圆圆也买一个 用这个披萨做的跟真的似的 放烤箱里加热一下吧 你好 请问我可以尝尝你烤的披萨吗 来的人 正是刚才那个男孩 他叫小杰 说话的声音很温柔 给 许愿提笑皆非 小杰又问 能一起玩吗 于是 这位小杰就成了许愿在幼儿园的第一个好朋友 真正的孩子玩起来恐怕会非常吵闹 但小杰和许愿都是安静的孩子 一样是做家务 带孩子 却显得特别温馨有趣 正如许愿所想 他几乎像别人一样 愉快地投入了这个游戏 一点也没有真正在家里做家务的痛苦感觉 上课啦 孩子们 蒋校长突然说 大家都集中到他周围 那个用电脑写东西的女孩紧紧地靠在蒋校长身边 还把手指放在嘴里瞬息着 今天课程的主题是 我和我的情绪 蒋校长问 你在什么时候会觉得愤怒 被冤枉时 因为生了女孩被贬低时 忙不过来而被指责时 被丈夫背叛时 被丈夫反咬一口时 许愿心想 虽然想着 但却没有举手发言 别的同学都很积极 他们愤怒的是各不相同 蒋校长问 愤怒时 你们会怎么做 咬人 发言的是年纪最大的那个大爷 他应该是在开玩笑 大家都哈哈地笑起来 我会发脾气 会哭 有时候会摔东西 我会打人 一个看起来三十多岁的男人说 许愿看着他强壮的样子 想到他有可能会打自己的妻子 不由地觉得可怕 但其他同学都没有因此而害怕 靠在蒋校长身上的女孩平静地对他说 不能打人 蒋校长说 是呀 打人虽然不行 但是我们有其他的方法 对不对 别的同学积极发言 可以打枕头 许愿同学呢 蒋校长点名了 他尴尬地说 我会忍着 小杰问他 然后呢 你就不生气了吗 许愿心想 还气呀 这些愤怒永远都不会消失 小杰说 我生气的时候喜欢自己待会儿 等我不那么生气了 再去跟那个惹我生气的人谈 许愿想着小杰的话 不那么生气时 就可以跟张文好好谈谈了吗 可以跟妈妈谈谈吗 大家又讨论了悲伤 委屈 快乐 幸福等各种情绪 许愿没有怎么发言 但他跟着大家的话题在思考 这也是他第一次认真在想 我在什么时候会快乐 什么时候会悲伤 快乐时 我是怎么表达的 悲伤时 我又是怎么表达的 这些都逐一水落石出 他不会表达 他是一个高压锅 连快乐都压在锅里的高压锅 讨论课上完了 蒋校长邀请大家站起来跟着音乐 拉起手来跳舞 身边30岁的男同学来拉许愿的手 许愿婚后 这么多年没有碰触过任何人 突然被陌生人触摸到 他本能得像触电一样躲开了 他僵硬地站在那里 别的同学都看着他 蒋校长也看着他 那眼神与其说是责备和疑惑 不如说是鼓励 我的感受是尴尬 我的愿望是不要跳舞 我想说出来 许愿说 我不想跳舞 蒋校长大大的微笑起来 他说 好呀 那你可以去玩别的了 第一天上幼儿园 蒋校长对他的评价是真棒 新交道的好朋友小杰对他说 明天见 这一切时许愿心里觉得很高兴 孩子放学后 他带着圆圆回了自己的妈妈家 手机的问题很容易解决 他笑着对妈妈说 像您这么厉害的IT工程师 这个小问题恐怕只是借口吧 妈妈愣了一下 他说 胡说八道什么呢 许愿说 您下次要是想我了 可以直接告诉我 我有时间就回来 许愿自己不太一样了 他放松了一点点 快乐了一点点 神奇的是 妈妈的责备也少了 张文跟他谈了一次 不欢而散后 久久没再出现 他不再出现 家务神奇的变少了许多 在幼儿园里 他除了小杰之外 也结交了其他的朋友 当然 也有很多矛盾 其中他最不喜欢的就是那个说自己会打人的男人 终于有一天 两人爆发了冲突 对方找到蒋校长告状 说 他抢我的小汽车 我没有 许愿觉得又委屈又气愤 说起来挺好笑 这冲突实实在在是小孩之间的那种 但许愿却不觉得好笑 他想起了他的丈夫对小三告的状 他邋遢 自私 不关心我 发生了什么事啊 蒋校长的样子仿佛这样的冲突再正常不过了 你们说说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是我拼的 他抢走了 我没有 许愿弱弱的重复 别着急 蒋校长用温暖的手掌抚摸着许愿的手臂说 你说说看 我 我没有拿走 只是拿起来看看 我也不知道是你拼的 以为是教室里本来就有的 对方愣了一下 许愿看着他 想着 我现在的感受是什么 我要不要说出来 你能跟我说声对不起吗 许愿这样问 虽然声音很弱 但眼神却很坚定 是蒋校长让他知道 我的要求不过分 我可以这么说 男人很窘迫 但还是开口了 对不起 许愿说 没关系 这一天 放学后 许愿正带着圆圆在公园里玩 没想到 竟然碰见了那个男生 他也带着自己的孩子在商场里玩 更没想到的是 两个孩子竟然也是同班同学 马上就玩在一起 这么巧 在幼儿园之外 那男人看起来状态和气质都不太一样了 许愿笑着说 哈哈 有点尴尬呀 你是不是挺不喜欢我的 男人突然问 不知为什么 这些在幼儿园里认识的人彼此之间有一种似乎可以畅所欲言的默契 许愿坦诚地说 是有一点 不过 我最近在跟我老公闹一些不愉快 你的脾气有点像他 是吗 那怪不得了 对方听完没有生气 倒顺畅地接受了这个原因 令许愿对他生出了朋友的好感 原来你就是原人的妈妈 我儿子叫斗斗 咱俩也是同学 以后可以一起带孩子玩了 对许愿来说 解开任何一个小小的不愉快的疙瘩 都是生命中极大的胜利 这成就感不光来自蒋校长时时刻刻的赞赏 更来自他自己 谁知道 这样愉快又单纯的相处时刻 竟然刚好被许愿的丈夫撞上了 斗斗爸爸马上看出气势汹汹冲过来的 就是许愿口中的正在闹不愉快的丈夫 他说 我看着他俩 你去好好谈谈吧 许愿想谈 却没有想到 张文完全误会了许愿和斗斗爸爸的关系 够可以的呀 你还有脸指责我 张文在商场里 众目睽睽之下 就嚷嚷起来 那只是原人同学的爸爸 你发什么疯 许愿并不心虚 却害怕背后 他不可自控地颤抖起来 张文继续大声嚷嚷 你对于原人同学的爸爸笑得可够甜的 确实 许愿在任何人面前都显得很拘束 只有幼儿园的那些人除外 虽然区别很小 但相处多年的丈夫 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区别 正慌乱时 张文匹手抢过了他手中的手机 许愿尴尬地说 你有病吗 我手机里可什么也没有 谁知张文翻看着他的微信 竟然怒急地冷笑起来 他把那聊天记录展示给许愿看 竟然是许愿跟小杰放学后的对话 小杰说 我想到了一个特有意思的游戏 明天咱们一起玩 张文可以说是咬牙切齿 你还有脸一正词严地说我出轨 许愿想起丈夫手机里的女孩说 下次不给你玩了 才意识到在龌龊的人眼中 正常的话读起来是有深意的 他感到受到了很大的侮辱 怒道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恶心 丈夫不依不聊地继续说 你跟我妈说我搞外遇要离婚 原来是你着急要改嫁 许愿感到万念俱灰 对眼前这个人失望到了极点 想好好聊聊的愿望也不复存在了 他站起身来 硬邦邦地说 算了随便你怎么想 咱们就这样分手吧 没等丈夫回答 许愿转身就走 他在心里暗暗地对自己说 虽然不知道张文会不会答应 但从这一刻开始 我不再是过去的许愿了